台南地檢署持續徵辦圍貫大樓的倒塌原因 另外台南地方法院也展開了假扣押的行動 查扣了建築師鄭敬貴的百萬名車 在進口的百萬名車上貼上封條 目前被收押禁見的建築師鄭敬貴 他的名車上午被查扣拖走 台南地方法院指出在裁准假扣押後 最近將陸續針對建商林明輝 以及建築師鄭敬貴 張魁寶三人名下的財產進行清查 另外檢方偵辦腳步也沒有停歇 這一張圖顯示出圍觀大樓在1993年的最初設計 總共有5戶 但1994年變更設計 打掉牆面變成1大戶 有專家質疑缺乏支撐是圍觀大樓崩塌的原因之一 台南地檢署表示 已經扣押原設計圖持續偵辦 檢察官對於該棟大樓申請建築的相關流程 建築變更申請之核准流程 使用執照核發前之現場會甘有無確實 其中有無弊端是否涉及刑事犯罪 議會一併調查 至於該棟大樓變更設計內容有影響建築物結構的部分 此部分將由鑑定單位一併來鑑定 南間表示 圍觀大樓生罩 變更以及合法等過程 由蓋章的都會傳 台南市長賴清德也回應 如果有公務人員設計不法 一定會揪出來神之以法 面對外界的質疑 台南市公務局也作出回應 結果可夠不夠 這樣危險不危險 安全不安全 有沒有照圖施工 結果包括隱密的部分 全部由建築士跟結構局勢跟延藥廠固則 南間表示 上週已經傳訊九人 這兩天也將持續傳喚 包括當年的營造廠商 工地主任 圍觀相關人員共七人 另外也已經將所有大樓現場材料 取樣送交實驗室 遺清是否偷工減料 作為鑑定單位判斷倒塌原因的參考 相關疑點都會一一調查 記者 台南綜合報導